词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穿过倔强的模样 我又凭着黑夜里的光 会在与其长的向往 踏着生命之河不忘之光 不是 真的是他呀 那我岂不是错怪他了 义承一直都在威胁蜜蜜 他非但没有屈服 反而还一直都在帮助我 蜜蜜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相信你 你愿意相信我吗 蜜蜜 你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事 强哥 你这个傻子 这个时候还关心我 怎么了 他想让我在大会 他想让我在大会上 求伤你 呼陷你 他竟然还想让我 在众人面前指认 说你是李建成的女儿 怎么办怎么办 即便我的身份被揭穿 他也完全可以将这化解 为我以大唐的家世 而且还有珍珠在场 他是莫南真正的郡主 这不是什么致命点 相反 如果你能这么做 不仅能够救出不珍和木槿 还能够 让他对你更加信任 你是说我 当然 如果这件事情让你为难 你可以不用去 我 我愿意为你打探消息 米米可真是太勇敢了 但是 她真的能把情报送出来吗 我相信她可以 有人让我给你们送乐团 有人让我给你们送乐团 的人 也就是 一个人 文字 好 别有证,别有证 有的 您也鬼吧 差不多可以开始了 是 醒醒 你不能吧 你相信你 你们先你 你相信我 我当然也不敢 你相信我 你放心吧 你想你 你相信我 夫人 就说计划有变 是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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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哥 胡闹 李长哥 放了我的人 放了阿什勒索 不然今日 就是你儿子的记日 就算我放了他 就凭你 你觉得你们可以活着离开这儿吗 保护宗主 谁说我是一个人来的 别怪我没提醒你 如果再敢乱动 下一个射穿的就不知道是谁的脑袋 他会在大典前劫持摄耳 逼义成放了阿什勒索 所有的护卫都会被引向那里 我们趁机潜入 分成两路 一路去找布真和明明 一路去救消化后祖孙 把他们都带出来 义成没有了把柄 再也翻不出天去 无论他与阿什勒索 能不能生还 一定要让他们活下来 见过消耗 我们来接你 别怕 小王军 我是来救你的 你 今日就算我失手死在这儿 我的人 一样可以射杀小可汗 我们一命抵一命 放开舍儿 我让阿失了孙走 现在是我說了算 你别忘了 你的儿子现在 在我的手上 别动 你要是敢杀我儿子 我饶不了你 我没事 放了阿什勒索 放了阿什勒索 放人 阿什勒索 放了阿什勒索 下了 走 杀了他们 快 站住 世儿 你想干什么 阿勒索 阿勒 让他们走 你居然敢拿刀 对着你的阿勒 让他们走 让他们走 小可汗 你千万不要伤害公主 你是我的儿子 你是我的儿子 你不会杀我的 林萌 追 别动 是 不杀你 但是我会让你失去我 你不是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吗 现在 现在没有必要了 罗 所以刚刚 是你跟李长哥上演的一场苦肉计 你知道我不会伤害你 所以就利用我 爱朕是我的好儿子 有情有义 你何不杀了我 这样你更能救阿世乐死 还能替你的阿塔报仇 杀了我 杀了我 拉药 拉药 阿娜 若非有我一条心 你随时可以滚 雷猛 追上他们 杀无赦 是 是 走 展哥 展哥 这儿 这得好像跟地图有些出入啊 你听清楚了 以后从这儿拐出去 笔直往前走 就会有一个门 我已经把门栓锯开了一些 待会儿只要你们用力 就能闯出去 只不过门口可能还会有些守卫 但只要你们突围出去 就可以逃走了 我们 那你呢 我还不能走 不真还在这儿 你当真以为我是一个人来的 其他人都已经去救你弟弟了 而且你放心 有我师父司徒朗朗在 神仙都打不过他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我骗你干嘛 快 赶紧走 把他都打不出去 他觉得是 早上 小姐 让我保护 呃 宓室 你 你 长哥 幸好你没事 你也会没事的 我带你出去 你也会没事的 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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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主公 小后祖孙还有不真 已经离开了 好 好 好 帮我好好照顾不真 我们说好一起离开 我会带你还有不真 一起回应室 我一定可以救你出去 我一定可以救你出去 长哥 我 我真的 还想再见他一面 离开 杀 杀 你们回来做什么 再来救兄弟 咪咪 我来了 咪咪 父亲 真的是你吗 是我 我 答应我 替我 照顾好补衬 我们要一起照顾补衬 我们要带她去济世 我们一起带她支月团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我一个人照顾不了她 你可以一个人的 我想 想吃汤 我带你去买汤 去买好多好多汤 好不好 我 我 本尖 蜜蜜 我喜欢你 蜜蜜 我也喜欢你 很喜欢很喜欢你 从我弟爷见到你 就特别喜欢你 我求求你不要让我走 不要让我走 不要让我走 你说谁没本事 你你你你也就是你 蜜蜜 你永远是嬴氏的家人 是我的蜜蜜 你是我的男人 你得为我负责 我带你回草原好不好 我不去当我也行 我不回家 我不回家 帮我照顾啊 帮我照顾啊 照顾啊 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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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离开我 秘密 不要离开我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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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优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要碰他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好好保护他 还有你 明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们为什么不好好保护他 为什么 为什么 应该好好问问你阿娜 舍儿 是雷蒙杀了他 雷蒙 舍儿 你冷静一点 躲开 你冷静一点 李静已经带了冰尺盆定下 李承注定成不了气候 你跟我们走吧 放开 就算我帮了你 也不等于我投诚打当 你要做什么我不管 我要做什么 最好你也别管 尘尔 尘尔 应是骑兵善战 守军不敌 已被他们逃出宫外 逆贼作乱而已 不必如此慌张 放 尽放 好 可多 李静你逼近定香 休等胡言 李静十几万大军上在途中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逼近定香 偷袭我布的不是十万布君 而是 而是李静亲自带来的三千萧旗 哪里来的戏作 谣言获重 让我尽心 一个也不许走 谁敢离开宫门半步 格杀勿论 李静我要杀了你 够了 可笑 真是可笑 你们究竟是为何而战 为自己 为阿师老布 还是为你们的异常公主 尘尔 你手上沾的血还不够多吗 为了你所谓的大爷 你还要牺牲多少人 雷帽 把生儿拖出去 来人 把小可汗拖下去 是 阿娜 阿娜 收手吧 阿娜 公主 你只想让小可汗 传令下去 命三军 于城起门外耗命 保护各位首领 一起离开定校 老师 由雷盟统帅 在宫门外 在宫门外耗命 是 你 你说得没错 这些年来 我没有一天 不想着光复大随 我就是要用阿师勒布 来为我而战 所以我才忍辱负重 为保可顿地位 我加了四个大汉 我不仅要让我的儿子 成为草原的王 更要让他推翻礼堂 重建大随 可惜 最后我竟然败在自己儿子的手里 你说 这是不是很可笑 我 我是不是天地下 最失败的母亲 如果因为我 你才变成今天这样 我希望你当初 没有我 我过了一辈子 我 最后却换来这句 如果没有你 很好 从今往后 我不再是你的阿娜 你也不再是我的儿子 阿娜 住口 把生儿带走 统统下去 是 你怎么还不走 公主在哪儿 雷蒙就在哪儿 放肆 我要你立刻率领 郎师精锐和一支定香齐兵 护送十二从乌多谷离开 我手上有各部首领还有百姓掩护 自会从百道突围 公主想要自己引开敌军 让小可汗活下来 还不快去 雷蒙誓死追随公主 无论何时何地 无论胜败 无论生死 我要你带舍儿离开 保护他离开草原 直到安全的地方 这次 恕属下不能聪明 连你都要违背我吗 属下不敢 属下只想保护公主安全 直到最后一刻 是属下 护送公主离开大隋 千里迢迢来到草原 三十年了 就让属下一直守护公主 行吗 乃神儿走吧 用生命保护他 你能做到吗 答应我 好 现在就走 越管越好 好 公平 为何还不出发 我不走 现在不是你耍性子的时候 记着 好好活着 只有这样 才对得起公主 我阿娜呢 知道她是你的阿娜了 晚了 带她走 你们敢 休克 来 休克 我要进去找阿娜 少在我面前假惺惺了 我还能信你们小可汗 公主的计划惊毁 你若不是公主的儿子 我一定是杀了你 带走 放开我 阿娜 阿娜 放开 阿娜 出发 驾 快走 前老弟 看来定下王宫 已被你们偷袭成功了呀 李兄 我傅寒呢 跟我来吧 傅寒 傅寒 怎么样了 辉将军 毒性已侵入五脏六腑 好在 严厉可汗 本身身体康健 才能撑到现在 但是想要重新带兵打仗 恐怕是 天内毒素还有没有可能逼出 很难完全去除 但小心条理 假以时日 可以恢复说话 行动也可以恢复一些 傅寒 阿德 孙杨你下半辈子 阿德 我 我 阿德 孙毅精明迎师协助唐军 拿下定下 义承利用阿施乐部 不断挑起纷争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草原儿郎 都失去了性命 想要拿下定下 我们只有联合唐军 这些年来草原不断征战 血流成河 民不疗伤 草原人太累了 让他们好好休养生息 还天下一个太平 好吗 好吗 阿大 我们要停止战争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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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把补阵带回去 我想一个人和秘密待会 补阵 走 你喜欢吃糖对不对 我给你带糖来 你来知道吗 雨下的路啊 继续笑着走啊 眼中的你落下 你 解成了傻 留下的影啊 你知道啊 秘密 真的好甜 好甜 我答应过你 以后都给你买糖吃 我答应过你的事情 我一定会做到 等到所有的事情都平定了 我就能好好陪着你 我就能好好陪着你 只怕来生 再是 哪怕 只依我傻 也曾有依靠 年华 是 原来大家都在这儿啊 魏小郎君啊 你可是让我好找啊 将军有事找我 萧后等人已收拾妥当 此次任务关系重大 还是尽早起程为好 将军所言及事 十八 那 徐丰 既然有李将军在这里 那接下来 你们就随魏淑玉一起 护送萧后祖孙 此事非常重要 千万不能出现差池 是 那护送完呢 护送完 你别问我啊 你想去哪儿 燕云十八旗认主 此生不理 先抛开十八旗的身份 你要问问你自己 你想去哪儿 我听主人的 那好 那我现在就命你 告诉我答案 我不知道 萧之公 你就别为难十八了 我偏要为难他 他又不可能 这一世都跟着我 十八 现在就告诉我答案 我想要试试过 有个自由的日子 和朋友一起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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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吧 我也先走了 本来呢 我这次 就是来救徒女士的 我任务完成了 我先撤了 我还得去叫我那个 二徒弟 二徒弟 你说我这脑子 死刑匆忙我忘记跟你说了 我呢 收了个小徒弟 你又小师妹了 上次我们去找紫草的时候 司徒少侠整天在家陪原娘玩 没想到发现原娘根骨齐家 是个练武的奇才 于是原娘就被骗的 拜了她为师父 连小孩子都骗啊 不是 你们这说的什么话 我这怎么能是骗呢 人家小原娘特别喜欢 喜欢得很不是吗 本来呢 你是我的大弟子 这按理 我应该把这个 青红剑呢 赠予你 可是呢 你的这个师祖啊 当年对我千叮宁万嘱咐地说 说一定不要断了 月女剑的传承 为师压力很大的 为师也知道 你日后啊 肯定是没有时间 休息剑法的 所以就把这个 给小月娘了 你别调为师的理啊 其实 我更应该要感谢你们 一直替我照顾原娘 希望她这一生 都能够平安无缘 这样也算 慰继公孙四始复复吧 放心吧 我和孙老头啊 肯定会抽时间 带着小月娘去看你的 嗯 那么各位 后会有期 咱们来日方长 长哥 那我呢 珍珠 两军马上就要交战了 我怕是会顾不得你 我先派人 把你送回莫南 谢谢你 也谢谢你阿太 长哥 你这事要丢下我呀 才不是 你这么久都没回家了 你阿太一定很想你 等以后 我会跟你的阿笋哥哥 一起去看你 笋哥哥 你们一定要过来啊 我你们想擒 我我看看你 我在不知悲剧 我这样无恙的人 你不得我 在你不得我 是你不得我 我不是我的爱 你不得我 我不是你不得我 Number 她被你叶不得我 对你 你不得我 你不得我 我不要不得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 总有那么一分千年 在你我之间凝结了一切 在彼此时间 在不同时间 我再远远思念成劫 刹那跌跌身边 跌成了永远夜空灵 在你的劫 总有那么一个瞬间 燃尽我心间的荒野 总有那么一分千年 在你我之间凝结了一切 在彼此时间 在不同时间 我在远远思念成劫 照那跌跌身边 跌成了永远夜空灵的天 不满 不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önemli解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